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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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夏宇 我是一名厦门本土的跑者 至今跑步已經13年了 我本人也是一名鐵人三線愛好者 然後在厦門小燈塔鐵人俱樂部 擔任隊長的職務 和下馬的淵源應該是從03年第一屆下馬開始 但是我還是一名高中生 學校組織大家去產邊給下馬的運動員加油 然後致辭跟下馬結緣 就朋友一直鼓勵我說 你平時也精彩一直堅持運動 然後為什麼不去參加一下 我們廈門最富盛名的比賽 然後我就呼吸勇氣 還沒有跑過半馬的我就報名了 全程的馬拉生物下面 每一次都是對自己的挑戰 從第一個全馬開始 然後後來完成了12小時的超馬 然後成加百公里的越野 然後還有更遠的226公里的大鐵 然後這每一次都是對自己的挑戰 一直去突破自己的極限吧 我到今年為止已經參加了12屆下馬 那印象最深的肯定還是首馬 畢竟那時候什麼都還不知道 就趕報名一個全馬 跑到後面確實是很辛苦 參加完第一次下馬之後雖然很辛苦 但是第二年下馬的報名 我又無期的去報名參加了 因為下馬的影響力其實是很大的 然後它也辦得越來越好 然後我也很想要參與其中 我想要每一年都跟它共同進步 那明年2024年的下馬對我來說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因為它將是我的100場全馬 從我的首馬開始到2024下馬是整整100場 我想要在下馬破一次3 雖然已經有破過3的成績了 但是下馬破3對我來說又有別樣的意義吧 其實我家裡人是很支持我的 因為你也知道我除了跑步 我還玩鐵人三下 其實訓練其實都非常花時間的 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 肯定是沒有辦法 對於成績有追求了吧 其實我孩子還小 因為今年才乾一歲 但是我也很希望 他以後能跟我一樣 喜歡跑步 喜歡馬拉松 那從小帶他去賽場 讓他在終點線上等我 讓他感受賽場的氛圍 就是讓他慢慢喜歡上運動 當然我不會強求他 如果以後他能真心喜歡賽場運動 我一定會以他全力的支持 一起跑下去 共富新未來